以色拉记第三章 到了七月 各城里的以色列人如同一人 都在耶路撒冷聚集 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 合作祭司的亲族 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 和他的兄弟都起来 建筑以色列神的祭坛 为要照着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在祭坛上献凡祭 因为他们惧怕当地的居民 就在殿的原有根基上建立祭坛 在祭坛上向耶和华献凡祭 就是早晚的凡祭 他们又按照律法上所记载的 守住彭节 每天照着规定的数目 献上当天的凡祭 另外 又献长献的凡祭 月朔献的凡祭 和一切耶和华的圣洁 所献的凡祭 以及甘心乐意的人 向耶和华所献的甘心祭 从七月一日起 他们就开始向耶和华献凡祭 但是那时 耶和华的殿还没有立定根基 他们把银子给石酱和木酱 把食物 饮料和油 给西顿人和推罗人 叫他们照着波斯王古列所允许的 把香伯木从黎巴嫩 金海运送到约帕 众人来到耶路撒冷神的殿以后 第二年二月 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 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们其余的兄弟 就是祭司 立位人和所有从贝鲁之地回到耶路撒冷的人 就开始动工建造 又委派二十岁以上的立位人 监督耶和华殿的工程 耶稣亚和他的儿子及兄弟 贾灭和他的儿子 就是和达威亚的子孙 同心协力监督建造神殿的工人 有立位人 西拿达的儿子和兄弟协助他们 建筑工人 电立耶和华电根基的时候 祭司都穿上礼服 拿着号筒 亚萨子孙的立位人 都拿着响拔 站在自己的位置 按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仪式 赞美耶和华 他们赞美和称谢 向耶和华歌唱 说 耶和华是至善的 他向以色列人所施的慈爱 永远长存 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众人都大声呼喊 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 已经奠定 很多年长的祭司 立位人和组长 曾经建过先前的殿 眼见这殿的根基 再次电立 就放声大哭 但也有许多人高声欢呼 以致分不清 到底是欢呼声或哭声 因为众人都大声呼喊 这声音在很远的地方 也可以听见 这声音在很远的地方 就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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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声大哭